哈喽大家好我是班大师 欢迎来个本期大观众来观战 一把老烟花的速伞之魂 先知野人圆丁加调酒 这套阵容打速伞 感觉不扎实啊 上来的话直接贴点伞了 哎呦这个伞丢的 这种伞一丢的话 基本上这个局的一个走向就是 速伞会摁着求生者打 而且求生者几乎没有翻盘之力 他们的翻盘之力在于 园丁跟野人的配合 但这张地图呢 我觉得园丁拆椅子 你得是四黑可能能拆出一片天吧 非四黑难度还是很高的 这边先骗野人上猪 然后等丢伞好 丢伞封住位置 从旁边绕一圈过来 然后有机会能起这样一刀 先知这边的话应该是要交一个 哎再反绕 要不插个眼 插个眼 等张狂开技能也行 他这边等张狂开技能 其实这边马上张狂一个摇铃 收伞 鸟顶上 跟你 可以吧 那这样的话 省下一个摇铃 这里骗出这只鸟以后 先知基本上摇铃 摇铃摇到就倒了 摇铃摇到就倒了 这个倒地的位置 不太好打 待会救下来应该是冲医院 然后园丁看情况拆椅子吧 但你要拆椅子的话 就要耗费非常久的一个休机时间 所以我上来就讲 这刀正绒其实打 他只能是抓调酒师 我觉得抓调酒师 穷者有机会 因为抓调酒师呢 这边 调酒师喝酒加先知的鸟 可能可以扛四刀 然后再配合着野人来保一保什么的 有一些机会吧 这里一个吸魂可能要过半啊 往后吸 对往后吸的话 因为野人这样的话 想顶 防住了 好的 那这样的话过半 大家注意到没有 很细节啊 很细节 这里是被迫要调酒师来 打一刀过半 虽然说打到的是椅子刀 但是没有关系 这边人是已经过半了的 帮忙卡 能卡住吗 哎不错 这边卡住 先知 其实我觉得先知得往回 过来吸鸟了 他不要再往前走了 既然人已经被卡住 这个位置是一个过不去的点 先知就刚才应该回头 回头吸鸟 可能会更好 那这样好像素散打一刀 你再走 或者说素散这边丢伞 你再看情况 这样现在开始死保 有没有拆椅子的想法 园丁 好像是看到这边有CD 应该是拆过一轮了 直接牵 野人这边的话 似乎没想到他会直接牵 那挂飞 再丢伞 找到 他这边应该不太可能去追野人 追野人应该没有太大的意义 蜂蜜马鸡 然后偷袭伞来找人 找到的是园丁 园丁这边的话 应该也是一个剑鬼伞了 还好 这波没有贴脸 园丁牵制嘛 要牵制够剩余的密码机 讲道理是不太可能的 一刀 正射 漂亮 刚好这样一个摇铃 打断了你的一个 叫什么 牵制路线 这边的椅子应该是被拆了吧 没有被拆 那刚刚拆了哪张椅子 我刚刚看到他这边是有一个CD的 应该是拆了一张了 野人的话 刚才是没有救过人的 所以说这边野人手里还有一个搏命 但核心问题就是 这波西火你野人 我感觉依然没有办法 能够 哎 这完了 防得非常的好 哎呦 这个兄弟他妈 不能讲脏话啊 那应该怎么圆呢 有点圆不下去了呀 哎 刚刚你们拦我啊 他的这个防守 就像这种野人真的太难突破了 要么就直接救 你但凡想要卡一卡 真的就是没有机会了 但是那两刀椅子刀 也是有点尴尬啊 算一下吧 机子的话差 总量加起来 差一台半 这边先打一刀野人 圆丁这边拆掉椅子的话 因为这边会爆点吧 素散应该会过去 先把椅子修了 然后再来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担摇的 圆丁是个搏命啊 补一个眼 换一张椅子挂 然后过去偷袭野人 他肯定是要追似的 这个局肯定是追似的 因为机子不够 一个吻似 先抓脸上的调酒师吧 我觉得对 先抓脸上的调酒师吧 然后把野人击倒了以后挂上 然后把野人击倒了以后挂上 以后最后再来找调酒师 会不会好一点 要不然你这波把野人击倒了 你丢伞过去把野人给偷了 这调酒师在外面修 然后野人待会教自己 你保不齐还要打个开门战什么的 要偷袭 来 这个偷袭应该很准 这个偷袭很准 野人这边骑租 那再回头 调酒师 把眼修机子 来回拉扯 这个局我们就不看了吧 因为这个局 基本上 他想要去打一个死 这边将野人击倒回身过去 处理掉调酒 机子是不好的 野人就要自己 再把野人打了以后就吻死了 应该没有悬念了 好吧 感谢大家的朋友们下期见 拜拜